广西桂林的米粉,外地人10块钱一碗,本地人6块钱一碗,这个事情到底是真是假 1月20号,有游客说,在广西桂林一碗,在一家餐馆的墙上,看到菜单上面写的是米粉10块钱一碗 点了一碗正在吃,这时候呢,又进来三个书都放映了本地人 老板娘给他们是5块钱一碗 这个时候游客就问老板娘,为什么他们是5块钱一碗,我就要10块钱一碗 是不是因为我说的普通话,是外地人就要被挨宰 这个事呢,是游客反映的事情 有很多的网友就说,标价说的是10块钱一碗,并不存在欺骗 那三个本地人可能是餐馆老板的左邻右舍,或者是亲朋好友 所以便宜一些给人情价,那是老板自己的事 跟游客无关,我老家是18县的小镇 一碗面条都要不止10块钱,在桂林一个地级市来说 一碗米粉,10块钱确实不算贵 但是如果真的存在阴阳菜单,这确实是算是价格歧视了 现在桂林市秀逢区的官方处理结果出来了 就是这个店铺要停业整顿 我觉得不管这个有没有阴阳菜单,还是给熟人打折 官方的处理结果是正确的 如果官方发通报说那三个人是老板的朋友 所以给优惠价,显然这样的结果肯定很多网友是不会信服的 让我想起了三国时候,曹操和袁绍官肚之战的一件事 曹操没娘了,给士兵喝稀饭,士兵要划便 曹操说是娘官,克扣了娘时,把娘官拉出去砍了,让他来顶过 曹操给士兵喝稀饭也不是故意的,实在是没娘的,没办法 士兵吃不饱肚子,有意见也没错 那娘官呢就更加无辜了,但这个事总得有人出来顶锅 找来找去,只能是娘官倒霉了 我们再来看这个事情,总不能说是有个错了 他确实在店里看到这个事情了 米粉店的老板娘呢,可能也没有错 自己的店子给熟人优惠点还不行吗 但是呢,这个事情闹了这么大的愚情了 总得给广大网友一个幸福的结果 那只能是让米粉店的老板娘呢背这个锅 有些事情呢,不是黑非济白的 江湖也不是打打杀杀,是人情世故